做明星不容易 做明星助理更不容易 早期的许小萨作为杨幂的助理 后来有幸进入娱乐圈 成为了一名演员 也拍过几部戏 只不过反响不高 所以人气一直不温不火 他刚进入娱乐圈的时候资源并不好 也没有遇到什么贵人 同样也没什么运气 什么都是靠自己争取 曾经与柯兰和胡斌合影 作为小三的形象出现在荧幕中 不太受人待见 《红楼梦》大家看过吧 曾经他也出演过李少洪版的西春 他的气质不错 所以也能把西春的古典之美 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不过相较于古代美人 他更适合饰演现代的角色 因为他身上有一种时尚质感 虽然说他的古装也非常好看 但是这并不能令人印象深刻 在现代剧中 他作为一个人人可恨的小三 虽然角色设定并不是很好 但是却让更多的人记住了他 因为没有背景 他也是一步一步从龙潭做起的 因为没有背景 他也是一步步从龙套做起的 慢慢地从女恩号到女二号 现在他又成为了女一号 在《我们40年》中担任主角 显现自己扎实的功底 演习这段路他走得并不容易 一直以来他都非常的认真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作品 没舍得一直以来 没舍得做起的